风雾 蒜蓉蒸鱿鱼 材料有鱿鱼 冬粉 料酒 油 蚝油 酱油 蒜头 盐 辣椒 白胡椒 还有葱 我们才会有这些 我们先把冬粉泡软 冬粉一定要泡过 如果那个水一定要淹过它 然后泡到五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来先来切点葱 冬粉切好了 我们先来处理鱿鱼 我们给它切一个纹路 让它比较好入味 我们就切这样子的纹路 我们这样子就切好了 先煮水 等下拿去蒸 水滚了我们放进来蒸 我们来爆香蒜头 我们放少许油进来 蒜头 我们先给它炒香 我们蒜头有点焦香了 因为我用的是橄榄油 所以它有点绿绿的 蒜头有点焦香之后 我们放入 酱油 蚝油 盐 胡椒 因为我这边刚好有那个泡椒的 如果没有放新鲜的辣椒也可以 看自己要吃就放 没有要吃就不用放 放入少许葱 我们葱留一点 等一下我们蒸好再放进来 我们酱汁 我们酱料这样子就炒好了 我们出锅 我们冬粉也泡好了 我们稍微给它剪一下 这样才不会太长 等下要夹才比较好夹 给它对饿就可以了 我们泡好冬粉之后 我们给它剪开之后 我们给它水倒掉 我们来摆盘 冬粉放进来 放好之后我们放入鱿鱼 我们铺好之后 我们把刚刚炒好的那个脏料放进来 我们放好之后 我们给它放入一点料酒 我们这样子就好了 我们放进来蒸 刚好我们的水也滚了 我们水滚了 放进来 像我这个量的话 大概蒸个7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少一点的话5分钟 那如果多一点的话 就是大概最多就是10分钟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蒸个7分钟 我们7分钟的时间到 我们蒸好了 这样子都可以出锅了 我们蒸好了 这样子都可以出锅了 是的 谢谢 什么